何爷你是开挂了吗 此刻犹如天神下凡 接连将对手三阵出局 明清的气势大胜 一时间队友们信心十足 有人带场的感觉可太好了 但其实何爷丝毫不敢松懈 因为他知道 这场比赛远比想象中更艰难 轮到四岛战场C位 先来个下马威 撇雪硬汉眼神杀伺候 何爷毫不示弱 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四岛开始投球 文文送入队友手中 优异的表现正被电视转播传向各地 在咖啡店的客人 正是四岛的死忠粉 言语间透露着无限崇拜 并且屡屡大放厥丝 这让当哥哥的很诗不爽 轮到河野机球 是尸般的碰撞即将开始 两人接严阵一旦 与场内拉拉队的热情似火截然相反 他们的内心现在净如止水 只见四岛出手了 小男期待万分 默默祈祷 虽然成功击中 但河野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球又快又重 明明打得很准 却被力量压制 真是一位可怕的投手 而此刻 四岛尽显身世风采 整理好投手球才离开场地 连天城出人 孝太郎都不禁粗然起敬 换河野上投手位 四岛挥了几下球棒烧家热身 真是给足了河野面子 孝太郎是一头变化球 河野断然拒绝 只得被迫叫了暂停 为什么不同意我的建议 此刻的河野心意已决 我要投直球决一胜负 想到昨天四岛立下的战书 孝太郎也只好选择 纵容搭档的任性 但是左只子看穿了一切 河野危险了 还真是乌鸦嘴 立马应验 河野虽然自信满满 但球路终究被四岛看穿 他选择安打 轻轻将球击向地面 虽然黑幕反应迅速 但四岛更加麻利 已经安全上了一垒 果然是难缠的对手 河野调整好心态 看过第二球 对方的击球手如法抛制 再次选择打短球 河野反应迅速立马接住 可惜刚一回头 还来不及传出去 四岛已经稳稳站上二垒 这个敌人简直太强了 连袁田都不禁感叹 到了第三球 不撞南枪不回头 一人是直球 河野的投球虽然被打中 但成功防守 已经有两位进攻球员被淘汰出局 河野逐渐找回手感 轻松将对方的第七棒三阵出局 前两个回合下来 双方都未能得分 河野刚想离开 突然意识到少了点什么东西 赶紧效仿四岛 礼貌的整理了投手球 然后再安静的离去 看在眼里的四岛欣慰的笑了 小伙子学得很快吗 四岛的棒球智商到底有多高 眼看和明清僵持不下 跟河野在投手位对标 数师浪费时间 那就放手一搏 无视教练战术 直接选择短档 准备靠倒雷得分 左之子不禁感慨 四岛的行为 充分说明了他肯定了河野的实力 还真是足够坦率 后有大象之风 鼻子安全回来 西条的球迷沸腾了 明清的粉丝们则大口喊怨 四岛深藏龚鸣 这场比赛是我赢了 左之子小百科上线了 四岛果然是一个可怕的赌徒 凭借意志力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这样压力就全部给到了河野 以现在的局面 如何得到两分打败对手呢 咖啡店的哥俩觉得稳了 比赛的胜负在他们眼中 以不言而喻 没必要继续看下去 结账走人 这可让护地狂魔十分不爽 给我老老实实坐下 鹿死谁手还尤为可知 哥俩并不就范 丢下马内夺门而逃 回到赛场 比赛又变成了两大投手之间的比拼 双方都不停地将对手三阵出局 眼看都要开始第七局了 明清始终未能得分 更加遗憾的是 这一局仍未有所斩获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打野万分担心 千万不能让弟弟和小男的梦想落空 于是他关上店门前往球场 此时来到第八局的下半局 黑木正站在机球手的位置 他渴望为荷野分担压力 集中精神进入无我之境 说时时那时快 黑木抓住机会 一发入魂 这一棒让四刀大为吃惊 很遗憾还是差了点火候 对方一雷手率先接球 黑木出局 四刀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于是再次从片头三阵出局 小太郎也因为见高不见远 送走了自己 仅剩最后一局 何也将如何破局 看完这一集 你不得不承认 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本是一场势军力敌的奥战 却即将迎来戏剧性的转折 明清对七条的比赛 结胜半局 四刀先下一城后 将防守做的密不透风 再坚持一下 胜利便唾手可得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明清必败无疑 连大明白原田都不再看好 打野也放弃了自我安慰 不能怪大家太过悲观 明清牺牲第九报 一旦淘汰出局 比赛立马结束 谁知明清误打误撞 派出小白 代打三元从来没上过场 数据记录为零 教练跟打了鸡血一样 将一切希望寄托 然后开始念咒试法 而此刻的四刀略显体力不支 心态也是多少有些失衡 因为他太想赢了 并且要保持玩风记录 这种莫须有的压力 造成了他的紧张 反观明清的三元 异常轻松 只要上场就是成功 压根不管能不能赢 挥棒就是完成任务 结果竟然棋地般地打中了 可惜是个高飞球 所有人都绝望了 算球 卷铺盖走人嘛 可谁知老天爷暗中处立 一阵阴风吹过 声称将高飞球变成了全力打 这狗血的剧情 谁看了都觉得尴尬 连明清众人也半天才反应过来 所知子不禁感谢其安爸爸 三元就这样轻松 跑完一圈得到一分 四刀落寞地低下头 比赛的天平瞬间倾斜 毕竟是明清的进攻机会 压力给到了七条 为了一防万一 只能四坏球将三元保送一垒 眼看到手的胜利丢了 要么输 要么拖住家世 无论怎样都一样心态炸裂 该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四刀和队友交流一番 但显然并没有调整好情绪 明清再次暗却上磊 而且下一棒就轮到河野了 难度更上一层楼 原田不禁给哥哥讲起了故事 王子实现了公主的梦想 最终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果然此刻站在场中的王子 脑海中都是公主的梦想 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四刀此刻压力被增 该如何应对这宿命的对决 是否会采取其他战术 四刀选择了拒绝 大丈夫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说好的直球定胜负 不搞虚头霸脑的东西 坦坦荡荡投出最后一球 河野击飞的球速很快 西条的防守队员扑了空 明清也趁着这个空当完成了得分 人称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粉丝们开始狂欢 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最后时刻被反扑 实在唏嘘不已 但是四刀你打得很精彩 仅仅是败给了运气而已 看着荷野得到了胜利 袁田再次语出惊人 你这个王子也该登台了 没有对手上场是天下最乏味的戏 这样下去 浅苍南两个王子都不会要